7月15号台电举办106年雇佣人员招考 分别在北中南东共13个考场举行出事 今年报考人数约25000多人 创下近10年来次高的记录 预计录取736人 预定在9月12号公布复试名单 今天报考人数也有差不多7成 所以我们这个录取率 大概只有4个多个 应应能源转型吸引多元人才投入风电开发计划 继去年首度招考5名海市工程人员后 今年再招收11位相关专业人力 此外台电未来10年将面临有4成员工大退潮 为了传承电力专业与技术 本次招考规划共有4式种类别 这个考试是第一次 接着我们还有副试 物试也是一个很大挑战 那个同时要背着30公斤 要跑50公尺 这个都是一个体力的复合 台电雇佣人员招考 第二关复试通过后 还需接受台电规划的课程实习 以及工作训练 等到一年期满考品合格后 才正式雇佣 届时每月支薪30420元 台电公司综合报道 我们下车的课程实习惯